现阶段,国内外对玻璃纤维、玻璃布、玻璃缸的处理非常有限,一般是填埋或焚烧,但也造成其他污染。 现在,看看湛江伟达的新型锥螺旋粉碎机如何处理这种情况。 玻璃废固品投入锥螺旋粉碎机,加入皮带输送机更轻松。 一纸投料过程中,玻璃废固品已经被加工为小粉末出来了。 轻松一站式,这与锤打式设备不同,入料口不会产生大量灰尘。 良好工作环境和轻松简单的操作,更适合当今企业的发展和使用。 使用锥螺旋粉碎机,把玻璃废固品加工成粉末。 玻璃纤维粉可用于建筑、交通、电子、化工、国防等行业的原材料,便废为宝,开发深层次价值。 感谢您的观看站江伟达机械,值得您的信赖。